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软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过去几个小时还有一个什么大新闻呢?就是CNN主页上放的这个人,就是一个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叫做Boer 他是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现在FBI正在调查他,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他作为情报委员会主席知道美国疫情到底有多严重,但是仍然不向公众说真实的信息 反而是替特朗普总统一起遮掩 但是呢,他作为情报委员会主席却利用自己的这个职权 知道这个最新的这个关于美国疫情的这个机密文件呢 所以呢,他也是以权谋私卖了几百万美元的股票 现在呢,事情这个越来越水落石出 而且FBI已经开始对他进行调查 这个哥们呢,也是撑了这一两个月 现在实在撑不下去了 觉得实在是没脸再一直赖的 所以呢,他也宣布这个暂时辞职 也没有报 所以呢,整个这个福克斯网站呢 他作为专门这个舔特朗普的呢 从来不报对特朗普不利的新闻 从来不报对这个 就是共和党不利的新闻 我们现在看一下呢,这个人叫Richard Bar 当时呢,也是有新闻在炒作这个 我当时呢,没有跟大家讲这个 因为我知道呢,讲这个没太大意思 因为这些事情呢,美国的这些政客呢 以权谋私干的这事实在太多了 但是某些呢,国内的公知 还有这个,某些海外这个自媒体 特别是号称什么国际大媒体的这个 一些自媒体呢 从来呢,都是非常 选择是人性失明 凡是这个跟特朗普不利的消息呢 全都不报 而且呢,我看今天呢 这个Stone记也开始报什么呢 说这个特朗普不是怒斥这个华语女记者吗 说这就是一个骗局 这就是给这个特朗普下的套 还说什么呢 说现在不是之前 特朗普政府为了笼络人心 给大家发了这个两万亿的这个救世钱 发给老百姓啊 还有发给这个企业吗 那个时候呢 他也是这个振臂欢呼 说这真是伟大流秀 结果现在的民主党 又是想进一步的给更多的老百姓发钱呢 他就开始义正言辞说 说你这个,这没有必要啊 这样会这个让人越来越变了 所以呢,这种 同样一个事情 前后那种变化呀 这种双标实在是暴露的越来越明显了 我呢,也是非常希望 有一天能够看到 最初的这个Stone记 能够更客观公正一些 对吧,就是论事而不能像福克斯新闻一样 把这个不好的特朗普的事情全都藏着掖着 然后愚弄老百姓 对吧 我们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Richard Ball 就是 came under fire 就是被很多人攻击 因为什么呢 他跟他老婆呀 基本上是弄了几十次的股票交易 而且呢 总额呢是62万8千美元到 一百七十万美元 特别呢 是在二月十三号这一天 他就卖股票呢 疯狂卖了几十笔 就是nearly three thousand 就差不多是三十六笔 而且呢是卖了这个上百万美元 这个呢 被媒体捅排之后呢 大家都很不高兴 因为我们知道三月份 其实美国股市呢 已经崩盘了 已经到达低点了 甚至到达了这个特朗普 刚刚当选为美国总统的 这个时候的 这个大盘 所以说这几年 基本上是 也回到解放前了 但是呢 二月十九号是美国股票的高点 在这二月十九号之前一周 这个人呢 就是个先知 他呢 直接把这个手里的股票 基本上都卖了 他是谁呢 他是参议院的这个 情报委员会的主席 而且他能够得到很多 这个classified briefings 就是这个 有秘密性的 这个是不能解密的 是至关重要 国家机密的这些 对他的这个报告 因为那个时候呢 说新冠疫情呢 已经是有可能发生了 而且在一个这个 关门会议的时候呢 他对这个 其他二月底的时候呢 他对其他的这些 一些特的要好的 这个人吧 说说美国疫情啊 现在远远比 政府宣传的要严重 所以呢 他知道这一切 利用他的这个公职 但是呢 他并没有 是为国家服务 并没有为全国 老百姓的这个健康着想 而是呢 为他自己 谋福利 我说到这儿 是不是大家感觉到 有点像这个 这个中国 过去的很多 这个贪官呢 完全就是一个 这个以权谋私 所以 三月份这个事情 被爆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是 向他看 炮 觉得说呀 你应该是辞职 甚至包括福克斯新闻的 这个 Caustin Tucker 那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都觉得 他应该辞职 但是这哥们呢 他使劲愣撑的 就是说 使劲愣顶 觉得呢 也许呢 过完一段 就公众就把他给忘了 值得一提的是 什么呢 就是 他除了自己 卖股票之外呢 他的这个 Brother-in-law 就是说 姐夫 还是妹夫 叫这个人 他也 卖了这 六只股票 而且价格呢 也是从 差不多十万美元 到二八万美元 同一天 而且呢 跟这个 跟这个参议员 是同一天 所以这就是 一个很大巧合 你说 你知道国家的一些 这个 非常机密的信息 你自己 你全谋私就算了 你还告诉 你姐夫 你这关系 真是挺好 这挺聪明的 而且他这个姐夫呢 也是一个 有权贵的人 他是什么 National Mediation Board 的一个 这个成员 是专门 负责这个航空啊 还有这个商用铁路的 所以当时呢 他这个受到很多人的攻击之后呢 他也是找了这个律师 然后和律师呢 周四的时候 也就是说 美国的今天 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 波尔参议员呢 他现在 正在 Focus on 集中于做一些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说这个 而这些事情呢 会决定 他的行为 是否恰当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波尔参议员 他并不是 唯一的一个 就是以权谋私 在这个新冠爆发之前 大局卖股票的人 还有好几个 其他参议员 包括一个 民主党籍的参议员 就是这个参议院中 应该是岁口最大的 那个来自加州老太太 Diane Fernstein 他呢 也是卖了一些 这个股票 他跟他老婆 但是呢 这个FBI呢 到现在为止 并没有调查他 因为什么呢 就是 这个老太太说 他并 没有 就是 他丈夫 卖这个股票呢 他自己并不知情 同时呢 还有一个 这个 新 被任命的一个 共和党的女参议员 在佐治亚州 叫什么 Kelly Loeffler 也是一个 这个白人女的 她不是被选举上来的 而是被任命的 所以她今年 晚些时候 还要重新进行选举 这个姐姐呢 刚刚 是 被任命为参议员 刚刚 可能就一个月的时候 也是 这个利用记的职务 知道了美国 真实的疫情信息 也是 跟她老公一起 就是 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时候 是 买卖了很多股票 也是赚了 大笔大笔的钱 而且 我之前呢 也看过 这个大姐 就是接受 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 福克斯新闻啊 这个右派 支持共和党 支持特朗普的 都看得下去了 说 你这个 怎么能这样呢 就是说 你为什么知道 这个信息 你不向 每个公众 就是 向你的选民 来宣布 这个威胁 国家安全的事情 反而是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来这个 买卖股票 还有跟这个参议院呢 一些重要的投票 所以呢 咱们就不要讨论这个 这个呢 我并不想讨论 所以 当他 因为这个 违规被抓住 小辫子的时候呢 他就说 我要 福克斯上 我自己的工作 咱们就不谈这事 结果呢 现在是 特朗普也知道 这个 他的这个同僚呢 被迫 从这个 参议院 情报委员会主席的位置 下来之后呢 特朗普 能说什么呢 他总不能 像这个 斯东基一样 把这个黑的 说成白的 使劲 给自己的这个 手下 洗白吧 所以他只能说呢 说 that's too bad 就说 这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所以呢 当记者问他说 你作为总统 有没有 跟你手下 这个司法部 或者其他人 探讨过 就是对他进行调查呢 他说 I knew nothing about it 他说 我什么都不让 nothing about it No I never discussed it with anybody 他说 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 讨论 我对他进行调查 如果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是民主党人 干了这个事 那特朗普 那能放过吗 使劲在推特上 说呀 然后说这些人 是这个人民公敌呀 肯定是把难听话 全都说出来了 使劲抹黑 这个对方形象 但是他自己 共和党的人 出了这个事呢 诶 我不管 我就不吭声 就跟福克斯先生一样 选择性失明 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所以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 报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想给大家说呢 不要觉得 美国这个三权分立 或者说美国这个 立法机构 这些政客呀 这些 参议员的 众议员的 都是被老百姓选出来 就一心一意 为老百姓服务 不是的 他们的 这种幕后的 为人所不知的交易 以权谋私的 非常多 只不过呢 他是做的比较隐蔽 但是还好呢 美国新闻表 自由 总有人呢 对他们进行监督 所以呢 也可以说 现在也是正义 得到了这个声张 这个哥们呢 呃 现在是做了一个让步 从这个情报委员会 主席的位置上 退下来了 但是呢 他拒绝辞职 就是说 他仍然是参议员 仍然是拥有很多权利 好的 呃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 订阅我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